社团把人金门县生命县协会从成立以来及为地区民众的心理健康不遗余力 从去年开始响应心理健康月的宗旨 开始接受金门县卫生局委托办理 找回温暖找回爱活动 结合体育会定向月夜委员会办理的徒步月夜亲子活动 期待以亲子活动拉近家人之间的关系 强化地区民众家庭支持系统 促进地区民众重视心理健康 社团把人金门县生命县协会 日前在国家公园的中山林行政中心举办找回温暖找回爱活动 吸引很多的民众稀绕福佑来参加 金门县生命县协会也表示 地区民众对亲子活动和支持 网络一开放报名三天就超过1300名的民众 超过原定的100名额度 还有不少民众希望再开放名额 对此承办的生命县协会 希望明年可以争取更多经费 让所有报名的家庭都能拥有家庭出游的喜乐 透过我们的地区越野 然后把这些温暖找回来 把原本家里面可能会有一点摩擦嫌隙的 透过这个游戏活动当中 可以透过彼此的团队合作 把自己的彼此的长相表现出来 然后让家人知道 我不是一无是处的 我也是有专才的 然后慢慢的透过这个团队合作 家庭的和谐就慢慢会回来了 这一次呢我们办理109年的找回温暖找回爱 是为了响应世界健康乐 那我们卫福部呢把10月份定为整个10月份是世界健康乐 健康促进乐 能够协助国人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 因为我们生命县在整个成立过程里面 一再的是以真爱生命希望守门来希望能够把金门的每一个民众的生命呢 都放在我们的手掌心上 所以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找回温暖找回爱的过程 能够让家庭和乐的一起来完成那个定向寻宝的一个过程 然后借由这些过程呢 能够让亲子之间更加的紧密 而且还有很多家长呢 还有很多家长也把阿公阿嬷都带来了 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 而且今天天气非常好 那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呢 是非常超乎我们想象的 在三天就已经超出我们原定的100名额 那希望未来能够借由更多的活动 来让大家对于重视家庭 以及重视孩子 以及重视老人家 这个全人的关怀 借由这样子一个活动来唤醒国人 和民众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 协助办理活动的定向越野委员会的李英文主委表示 定向越野委员会非常重视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 借由全家组队完成寻宝活动 体验过程 珍惜家人朋友的相处 期待提升地区民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